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突然病逝 中越关系仍然需要中国发挥主导性 这期节目我们就说这个话题 7月19号越南宣布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当天逝世 这对于外界来说是比较震惊的 因为这一位越共中央的总书记 一直活跃在政坛上 发挥着越南核心领导人物的作用 阮富仲多次对中国表达出友好合作的意愿 他在2022年的10月亲自访问了中国 在2023年底也接待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访问 阮富仲去世之后的越南会如何界定自己的对华关系 对越南政坛来说 比较麻烦的是阮富仲是在任职期间去世的 根据有关新闻报道 阮富仲在7月15号进入老死亡状态 而在7月17号 越南就向联合国提交了所谓的南海外大陆将划定书 遭到了中方的严重抗议 这意味着阮富仲之后的中越关系不愧是一帆风顺 至少越南内部那些对中国不满的势力 肯定会借着阮富仲去世之后 越共中央内部力量重组的时期 在中越关系上做文章 美国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渗透时机 当一位对华友好的领导人突然去世 自然给美国动员自己在越南内部的代理人 制造事端是提供的再好也不过的机会 长期以来越南内部存在着南方派和北方派的矛盾 北方派更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 而南方派更加倾向于靠近美国 阮富仲通过多种政治斗争手段 有效的打压了南方派的政治影响 改善了对华关系 也削弱了美国对越南的渗透 阮富仲突然去世 南方派会不会卷土重来 这将是今天越共中央面临的首要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看 阮富仲似乎对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的安排 2024年的5月22号 曾经和阮富仲一起实施反腐工作的苏林 当下越南国家主席 并且公开接待了普京 7月18号 也就是阮富仲老死亡后的第三天 苏林主持了国防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苏林曾经长期担任越南公安部长 也算是一位出身强力机关的领导人 如果苏林本人的政治立场或此前保持一致 那么无论是南方派的反扑 还是美国的渗透 都有可能遭到严厉的打压 但是苏林毕竟不是阮富仲 阮富仲去世之后的苏林 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路线 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中国和越南的关系 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起起伏伏 事实一再证明 只要中国保持有效的地区主导作用 或强大的综合国力 那无论什么人在越南上台执政 最终都会对中央关系 拿出一个正确的立场来 中国和越南矛盾最大的时候 也就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 后期到整个80年代 当时越南领导层错误的认为 靠拢苏联就可以和中国为敌 结果招来了一场惩罚作战 和十年的边境冲突 让越南错过了保贵的经济发展窗口期 因此阮富仲在任期间提出了 逐字外交理念 也就是有弹性的独立自主 这是对这一段痛苦的历史 反思的一个结果 中国对阮富仲之后的越南 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 一方面给越南提供 有希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机会 一方面保持强大的战略威慑 迫使越南在对美关系 或南海问题上 拿出一个符合自身实力 有利于地区和平 有稳定的立场来 不要轻易的受到美国势力的蛊惑 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大概率会把越南也当成 自己敲诈勒索的对象 希望能够从越南身上弄到一些钱 所以从中长期来看 中越之间继续保持类似于 远富仲期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希望还是很大的 这句话就我们说到这里